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夏天餐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凉拌菜 今天厨娘与大家分享一下万能料汁和凉拌菜的做法 一起来看看吧 锅内加水烧开,放入胡萝卜丝 放入清洗干净的菠菜 搅动一下,使其受热均匀 水再次烧开后,将菜捞出 捞入凉水碗内过凉 取一个碗,打入两个鸡蛋,将蛋液打散 平底锅加热,刷一层油 倒入蛋液,晃动一下,将蛋液摊成薄饼 小火煎至鸡蛋定型后,翻一下面 煎至两面金黄后,盛出放凉 然后用刀切成宽条 取一个大碗,加入泡软的龙口粉丝 加入沥干水分的菠菜,胡萝卜丝 加入切好的鸡蛋条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万能凉拌菜料汁的做法 取一个碗,加入一大勺辣椒粉 加入一勺辣椒面 加入适量的蒜粒 加入一勺白芝麻 浇上热油 万能料汁就做好了 在装有菠菜的盆内,加入一大勺生抽 加入一大勺陈醋 再滴两滴香油 加入一勺白糖提鲜 加入适量盐调味 少加点鸡精 浇上调好的料汁 加入炸香的花生米 加入适量香菜末和葱花 戴上手套 用手抓拌均匀后 装入盘中 一道夏日里的开胃美食 凉拌菠菜就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做任何凉拌菜都实用 喜欢的朋友点赞收藏转发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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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